這是一部很感動的片子 我看到都哭了 那在這邊就是希望所有在世界上 都感覺到孤獨的人都覺得不要擔憂 因為只要我們大家互相擁抱就不會孤獨 印象最深刻其實是三部都在書店裡面有場景 那這是我覺得跟我過去的生活經驗 還有我的習慣是很有強烈連結的 那我覺得大家其實就是 每個人都是孤獨的沒有錯 但是當每個人都闡述自己的孤獨 然後看到彼此的孤獨 那其實我們就不會這麼孤獨 我覺得這是一個更大的集體的力量 可以讓這個世界變得大家更有溫暖 那是看完之後非常有共鳴 其實我也是覺得 剛剛看完覺得說 孤獨其實就是因為它之所以珍貴 是因為它很單純 它不需要跟世界交換什麼 那可能幾年過去了 你發現當時的單純的東西已經變得很複雜 變得不一樣了 那其實你就更有能力抵禦孤獨 更有能力去不覺得那件事是孤獨的 那相對的過去的單純 反而變得更願意去保護它 那是因為大家不要這樣 那樣的努力,你們也不要這樣 那又有很雅力抵禦孤獨 你們有很多人內心的